2008欧洲杯早已落下了帷幕 欧洲杯同步展开的梦幻欧洲杯 加油中国2008全国业余足球锦标赛 在决出了城市冠军之后 现在正式进入到东西南北四大区决赛阶段的比赛 作为草根足球的2008梦幻欧洲杯赛 由加油中国体育社区发起 6月初在全国18个城市同步展开 有288支队伍5000多名业余球员参加 结束了城市赛后 7月12日至19日 18个城市冠军分别在杭州 大连 武汉 深圳 四个地方进行分区军赛 这也是中国业余足球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跨区比赛 主要的意义是希望能够带动全国的业余足球的爱好者 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提升我们这个业余足球 它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群众的参与度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足球现在 现在这个现状吧 那么我想可能群众应该是一个基础 在这场西区总决赛中 客场作战的重敬队充分发挥了反击速度快 船接配合精准的特点 以4比1完成对手挺进全国总决赛 这些业余球员在场上进行挥洒着汗水与欢乐 他们的拼搏精神和运动激情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我希望呢这个咱们今后的这个业余比赛 尽量的规范化 还有一个传媒性 这样呢就是组织的比较 组织更好 然后每年我想它会水平越来越高 联播平台CSPN记者湖北武汉报道